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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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奥运会采取了不同的检测手段 从而就允许他参加 是不是都是科学 那是科学 是不是都是证据 那是证据 那奥运会为什么跟全体理事会对立 他说没对立 我们只是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那两种方法都是科学 两种方法都是科学 我可以不可以说科学在泯面人性 泯面人性 泯面人的真实的一面 所以他就起 所以你说抨击 人家说陶哥你抨击什么 抨击以科学为论的这样的人 抨击的原因是因为你在糟蹋自己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根本就不在乎 对不对 那个女孩子跟我也没关系 那生物男也没关系 人家打赢了so what 人家打赢了so what 对不对 所以就是在这么一个 有人称为胜着王后败者 客户生怎么样都可以的背景之下 奥运会就成为了一个觉醒的奥运会 它是反向觉醒 反向觉醒就代表着 以科学为论的 以这种自由为论的人 走到头了 对吧 往下走到头了 通常人们说呢 过火了 奥运会太过火了 包括意大利的 包括美国的 包括这个川普都自己也讲说太过火了 那个泰森也不干了 因为他是打拳的嘛 泰森也不干了 所以这就是走过火了 走过火了 就是用力过猛 该反向作单 那反向作单 就是人们开始 真正的普通人认为受到侮辱 那这就是一种觉醒的概念 普通人受到侮辱 原因就是说 你别跟我说政治不政治 你别跟我说科学不科学 放你个驴儿屁 那就是一个男的 就像有朋友留言 中国男族看到了希望 看到了希望 看到了一不择手段方式 取得冠军的希望 它是这么回事的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完全的乱象 那这种乱象 渗透了整个社会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国度 在经济背景 在大疫情的背景之下 就成为人们失去了 未来的方向 那哈梅伦帕克呢 这期节目 这是22个小时之前 他拿出来 昨天早晨吧 应该是 那么昨天下午 那他这期节目 56分钟 他其实讲述的是 对8月份的预言 那这些人呢 因为他们都在 就是是以这种看守 像YouTube为生 所以有些都 我们也跟朋友介绍 其实很多东西看起来呢 要看他怎么得到 那在相比之下 我们接触不多的 这些预言呢 比格斯是看到 他眼睛能看到 或者说 他的什么东西能看到 这个呢 就相对那什么一点 那你说算出来的东西 就稍微那就那就那就差了 对不对 那包括什么占星术这个 那这而且有些人呢 越算越不理 越算越不理 就是比较典型的 应该讲比较典型的 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 这个印度小男孩 那印度小男孩呢 现在确实是 就 基本上 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 起码在中文系统当中 有些朋友可能也看过 觉得他还是说对的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类似的状况 一个 并不是说天目看见了 或者有功能出来 他就是对的 可不一定了 这个都不一定了 这个跟朋友解释 那天目看到还不准吗 天目看到就不是被自己力量能控制 对不对 那也就说有着另外的力量在左右的他 那另外的力量是谁 是正是善良的 是恶的 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什么东西被控制 所以我们要非常用普通人的话 理智的看待这些 这个我想跟朋友 尽管跟朋友去解释这么多预言 是因为真的现在挺风行的 在英文系统中也很风行的 因为人们无望 人们对眼前的一切的这种混乱跟无望 人们期待一种好的一种结果 所以就是那更多曾经流行的那些预言家 其实在中文系统中都没了 那Hampton Park呢 是跟他真正准确的去年 11月4号的预言 对今年的预言 那so far到目前看起来挺准 那但是呢 我们也跟大家解释过 他因为老这么做 以此为生了 所以有些东西就不太好说了 我只能这么说 结果昨天晚上他就翻 他就昨天下午他做了一篇内容 结果现在AI系统很发达 有些人把它翻译成中文 所以今天早上我无意中就看到了 看到了我就听了他大概的故事 听完之后呢 我只能说跟朋友做个借鉴 那借鉴的原因就是 Parker做的很多东西呢 很像自媒体 就是普通人的自媒体 那分析的内容基本上也是这个途径 但是里面掺杂了他一些 从星象也好 从一个特异功能者也好 掺杂了一些东西 就这么一个简单 所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背景 因为也是因为他的预言 他在有影响力 在56分钟里面 他介绍一个宗旨 就是一切都是被计划好的 这是他整个这个50分钟的 56分钟的内容 因为他是英国人 所以英国前两天 发生了一个17岁的孩子 16岁17岁的孩子 进入小学校杀了几个孩子 差比他更小的孩子 那这件事情呢 就整个在英国的国家 引起了巨大的反抗 那甚至对一些不同宗教的 这个教堂都攻击 他的什么浙斯拿庙 就进行了攻击 而且在伦敦爆发了巨大的抗议 就上个周末 这是一个发生的事情 他是英国人 他就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他把这件事情 跟对川普的枪击案的那个枪手 就进行了对比 他把川普的枪击案的枪手 对比成肯尼迪被刺杀 所以他就明确讲 那是有背后 有着背后的一定的这种 这种计划 应该不是他一个人 想象不出一个年轻人 20岁年轻人策划这种事情 而在现场 普通的人都看见这个枪手 FBI的人不知道 警察不知道 这个特勤局不知道 他说这你无法说服 而且他不认为有 还有一个 就是只有一个枪手 跟网上推断的那个概念 不太 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他提出的理论 他提出的理论 是一个 全球有着背后的一只黑手 有着背后的一股力量 在控制着在今天 在中国 在美国 在加上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 以色列 在乌克兰 所发生的一切 他的整个 这一篇内容是这么 谁是这个背后的势力 不知道 他但是呢 他希望知道 但他无法知道 无法知道原因 就是今天的主流媒体 整个媒体 已经完全被控制 完全被控制 普通人发不出声音 所以他提到说 在英国发生的事情 普通人发不出声音来 所以人们就只能上街去抗议 而上街抗议 也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氛围 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之下 X 就是原来的推特 马斯克就成为了 在自由媒体当中 在这事情真相当中 唯一的一个 到现在可以看到真相 但是呢 他提到说 他很快 有些国家将出现 针对X 针对马斯克 将出现相关的政策 去限制他的言论自由 他是这么来讲了这件事情 然后呢 然后他就提到说 川普的 川普的副总统竞选者伙伴 万斯 他认为会被换掉 他就这么讲 被认为换掉 他说原因就是说 他不说不是万斯不好 而是川普在竞选中呢 遇到了太大挑战 遇到了太大挑战 而这个挑战的本身呢 迫使川普要选择一个 有色人种的女士 有色人种的女士 这跟我们之间的讨论 曾经讨论的差不太多 我个人以为呢 我吃怀疑态度 说句心里话 我吃怀疑态度 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在讲述的 他并没有说 我看到了是这样 而他是说 从我们通常分析的 我们看到媒体的分析 是这么分析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他就他认为他感觉 那感觉呢 对于预言者是这样 然后他提到哈里斯 他说哈里斯走不到头 他说哈里斯走不到头 会出一个新的人 那这个在8月份 应该是8月份 因为8月22号 是美国民主党 必须确定他的人选 所以他在8月份的预测当中 他说哈里斯走不到头 那这我们 这些挑战都蛮大的 他这两个问题的说法 挑战蛮大的 而他挑战的一切 他就提到说 我们现在发生的一切 都是以美国大选作为中心 包括以色列 他认为以色列会 战争会继续扩大 会打黎巴嫩 这已经不是问题了 已经打了 然后会打到约泰河西岸 就变成了整个加沙地区 整个这个 以色列为中心的周边地区 再次全面战争 而最终以色列会跟伊朗开战 在他扫清障碍之后 那以色列这两天呢 就很凶很厉害 对不对 把哈马斯的这个这个领袖们 只剩下最后的一个头了 叫什么亚 亚新亚什么 只剩下一个了 包括最难找的那个穆罕默德 叫做穆罕默德什么东西 就那个人是坐个轮椅的 没有人知道他在哪 结果在7月13号 中共证实在7月13号这天 以色列人用申棒炸弹 把他给炸死 炸在地下 所以这样就就讲述了 在哈马斯的所有领袖中 只剩下那个亚新一个人了 所以那也就说 以色列基本上成功了 完全成功 这是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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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愿 那另外一个他就说 呃 乌克兰战争背后有着一种 他认为背后的有着一种更大的 有一种计划 昨天美国跟俄罗斯进行了 人最很大的人质交换 牵扯到四五个人吧 他认为这种交换交换的背后的势力是谁 他就提出了这种说法 那呃 拜登应该对这次战斗 就是人质交换呢 呃 很感兴 就是觉得很很棒 他半夜 那个人回来的时候 我看他有视频半夜去接了 那 这个普京有他普京自己的算法 所以在在帕克的眼镜里呢 普京一切用的都是磕磕脖子的手法 那基本上他就 他说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交换人质 都跟美国大选有关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现在的一切呢 呃 有一股势力 以美国大选为为基础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策划 我只能跟大家 因为他他讲的是这么个说法 但里面提出了很尖锐的问题 就是川普的竞选助手 万斯会被换掉 这个从来没有人谈过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我们跟朋友分享 分享的概念就是说 在出现出现了一个很混乱的场面 啊 现在非常乱啊 可不是一般的乱 所以就变成 而这个乱的本身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已经非人力而为 但他没有说 我以为就是因为非人力而为 所以包括那些被称为背后势力的人 我把它依然愿为 称为是一种 不被当今科学所证实的 无法证实的那种另外的东西 就是魔鬼 你知道我 魔鬼统治世界 真实的在左右的现实人的一切 已经浮现在表面 也就出现了最大的这种立场的冲突 普通人就会感觉很 就是很迷茫 很困惑 没有未来 感谢朋友的致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